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都没有一些工庄 技艺 没有人进驻 以前的老年 比现在还好 以前的人数 比较少 让图库经济从农业转入观光业 北漂27年的陈寅豪先生 毅然回乡开启农耕种植可可 其实你只要是有一个产业能带动 那这个我们可可是一个新兴的产业 那我们怎么样带动其他的产业 由那么多优秀北漂青年回土库家乡 屋地方创生行列 相信不久的将来 并能再建土库恢复早期新盛的荣景 嘉义市政府推出了老屋卸妆计划 藉由经费的补助以及专业学者的帮忙 让一些具有保留价值的老房子 能够在安全无余的前提下 保留旧立面 但更新内部的装潢 为在嘉义市光华路就有一家 具有61年历史的老医院 德山医院 在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还布满30岁老板刘元成的构想 及薛舟的帮忙下 开始申请嘉义市政府推出的卸妆计划补助 也因为这个计划与构想 延续在嘉义市这栋日志时期老建筑的新生命 那卸妆计划就是说 我们把老房子面临街道的那个立面 当作是公共财产 为什么它是公共财产 因为它是街景的一部分 那如果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 愿意修老房子的人 来共同构成这个都市比较好的环境 不使用公共财的概念 构建外在老屋的环境 内部墙壁及门框 甚至每个角落都重新打造 我们像这一天 它原本是白色的 我们是把原本的漆 慢慢把它刮掉 造成水泥 所以有些白白的就是 刮不太掉的 对啊 那如果那一块比较微 就是那边 可能有剥落或有杠 它是木造的 但是它原本还是有一个框 那框被怀移除掉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木头拿掉 对 就是让它回到原本的样子 恢复旧有的光彩 致力于老屋改造 和修复多年的陈教授认为 他们所做的 是让老屋更健康 能够继续使用下去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